有一次就是我比較印象深就是 他們在情緒上產生了 非常強烈的衝突 然後我就聽到廚房裡面 我進去廚房是要拿東西 然後又回頭 嗯? 尼亞倫也在生氣 嗯? 我說連你都生氣 他想說 欸你處理一下 我以為他的臉是 那怎麼樣 連你都生氣了 那我就出來 我來弄 然後人家說 欸你們廚房發生什麼事情啊 怎麼那麼大聲啊 哇對不起你等一下 然後我又進去 我就開門 我說我跟你講 你們通通給我閉嘴 我在做生意 是不是全部人下風 但是我講完我就走 而且你們裡面 就是包含 袁皓哥 尼亞倫 鬼鬼 其實都算是一個個性 蠻 強烈 強烈 非常強烈 非常強烈 他們都很有自己的想法 嗯 你怎麼去整合 跟他們在一起 比較不像說是什麼 我帶著他們 而是 我把它弄成 合作的 成分 模式在裡面 成分比較多 可是12個小時 如果錄影下來 一直都有情緒 誰的情緒 稍微多一些 他們真的沒有累的情緒 你說一直都呈現在一個 他們就很開心啊 叫東東西弄 然後我就 你是不是應該休息一下 他們在情緒上 產生了非常強烈的衝突 因為我覺得這種事情 你們自己去消化 因為我那時候外面有客人 有客人 那客人一直叫 店長你要做什麼 店長 OK好 那我已經很忙 然後我旁邊帶的是又婷 又婷又不知道該怎麼辦 一直在那邊 一直看一直看 就是看到一個前望鏡在那邊 反正就是一直 我說好 我說沒關係 你不要急 我叫你幹嘛去幹嘛 因為他 我跟你講又婷他這個人是很特別的 他的社會經驗跟他的工作經驗 是完全白指到一個不行 比方說我們常常在外面 餐廳吃東西啊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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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類的 那有一些 基本上的東西我們都知道 比如說酒怎麼到啊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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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一開始的 錯誤發生在哪裡 我跟亞倫是負責外場 對 那我們認為這個事情好像 大家都知道 可是我們真沒想到他不知道 那所以他在我旁邊 我就帶著他 我永遠交代他 我說你處理不了 你就馬上說 對不起我請店長過來 OK 你只要記得自己去畫就好 OK 然後那天我剛剛兩個在外面 然後我就聽到廚房面 我進去廚房是要拿東西 我看他們在吵 我說 我說欸 比如說我要拿一個湯 湯在哪裡 然後又回頭 亞倫也在生氣 我說連你都生氣了 嗯 好像有點嚴重 因為亞倫不太會 對他算是脾氣蠻好的 他不太會這樣 或是他不會展現出來 對他會爭論一個事情 或者是他會有他的 他的立場 但他不會在言語上 這樣 你知道嗎 然後我那天走過去 我本來想說 欸你處理一下 我以為他臉是 那怎麼樣 欸 哇塞 連你都生氣了 那我就出來 我在弄 然後人家說 欸你們廚房發生什麼事情啊 怎麼那麼大聲啊 哇對不起等一下 那我就 我又進去 我就開門 我說我跟你講 你們通通給我閉嘴 我在做生意 所以全部人下風 他就 但是我講完我就走 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那是不能啊 這件事就是 基本上是不存在 OK 你沒有任何理由 什麼 欸我因為 所以 我吵起來 後來我就跟他們說 我說你們有時候要把情緒 這個東西要擺在心裡 尤其是我們正在 開店 營業中啊 對 那如果說你說我們私底下一群人在那邊 就是你愛幹嘛幹嘛 你要發脾氣 你要什麼事 其實我都覺得 這都合理 嗯 可是你在外面有人說 我第一感覺就很丟臉 很不專業 那我後來現在就變常在那邊 好了好了 沒事 深呼吸 冷靜 想別的好不好 想快樂的事情